都到哪去了呢 到英国皇家桑德赫斯特军事学院 继修去了 你可别小瞧这个皇家桑德赫斯特军学院 这个学院被称为世界四大军校之一 哪四大呢 英国皇家桑德赫斯特 美国著名的西点军校 俄罗斯的弗隆之军事学院 再加上法国的圣歇尔学校 这是世界著名的四大军校 到那儿学习 你甭说说在利比亚在英国 那都不得了的事 能入选那个学院 所以利比亚当时卡扎菲 从那儿毕业回到利比亚之后 那是威风把变 也就说呢 他如果不是靠着自己老婆法蒂赫 自己老丈人哈利德 他绝不可能有后来的事 所以说这卡扎菲呢 是抓住了婚姻当中的机遇 这算一个心机很深 善于算计的人物 这样在1969年 兵不雪人搞了场不流血的政变 他上台了 说这个政变是卡扎菲厉害吗 确实是卡扎菲抓住了利比亚的民心 老百姓当时对伊德里斯王朝极端不满 要推翻他 但是这个整个政变过程 在我们今天看的错漏百出就跟笑话闹剧似的大伙说说 这是1969年9月1号早晨 在利比亚第二大城市班加西 班加西电台早晨这个时候播什么呢 是祷告时间 播一些音诵的古兰经 把这些利比亚老百姓都听傻了 政府被推翻了 要不是电台都说了 电台这是国家宣传机器 结果这个声音来到苏尔特沙漠一个帐篷里 卡扎菲他爹妈正吃早餐 准备祷告 你一听吓傻了 这声音他们太熟悉 这自个儿子 没想到自个儿子能干这么大事 说他经过细致谋划了 有 卡扎菲之前和几个志同道合的人 也联络了部队里好多军官和士兵 决定的发动一次军事政变 其实当时卡扎菲力量很活弱 同共能带动的士兵 也就是几千人 说白了跟当时政府军对抗的 没有那实力 但是卡扎菲就发现 军队里好多人都反对现在政 老百姓更不用说了 所以卡扎菲要抓住这个机遇 他就决定这些伙兵分三路 第一伙人呢 有他下面一个朋友 也是个军官 到这个首都迪利波里 去接收军营去 然后呢 有他另外一个朋友 也是个军官啊 去接收贝卡军营 他在领着人去接收班杰西电台 兵分三路 结果这笑话出的 第一个朋友呢 去这个迪利波里接收军营去 结果到飞机场一看呢 飞机已经满了 没坐了 还走后门找的人 上了飞机了 上了飞机 到了迪利波里下来 给你找接洽的人带上武器 就要接收军营去 还得打个车打出租车去的 最后还把武器落在车上了 本司机下过架 就是这样他接收军营还成功了 就是部队的人一听着有人领头 要推翻现役政府 都同意 这兵不学任 你等那边接收贝卡军营 也是很有意思 把这六百个士兵弄齐了 向军营进发发现 总共六百人加起了一千发子弹 一人连两发都轮不上 好在一路上啥抵抗没碰着 贝卡军营也愿意跟他们合作 你等到这个卡扎菲自个儿 有意思 他接收班杰西电台 刚要出发的时候 来两个宪兵 因为卡扎菲军衔 当时是中尉 是个信号兵 不是多高军衔 这俩下兵说 你来帮我们修磨蹈了 卡扎菲一个劲讨好人家 你等一会等一会 明天我一定给你修 我登门修廉不行吗 上门服务 把俩下兵劝走了 然后卡扎菲赶紧带着一伙人 就奔班杰西电台 走着走着 卡扎菲回头一看 后头没人了 这帮人也是黑灯瞎火的 走插道了 结果卡扎菲也是 摸着盒子自个儿往前看 弄到班杰西电台 把驻电台的守军说服了 进到里头 一宣布 电台人也拥护 你来来来 你说两句 卡扎菲就对着当时的话筒 这时候是 1969年9月1号早晨 正是波古兰京的时候 政变成功了 你说这时候不流血的政变 感觉 终于不流血的的人 我还在这场